转眼,已到2018年12月,转眼,2018年即将结束,是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,你心头是否闪过一丝惊慌,还是依旧淡定从容,岁月匆匆,时光悠悠,经不住自水流年,流不过岁月变先。 转眼间,2018即将结束,2018,发生了很多事情,有美好的也有不好的,有想到的也有没料到的,现在回过头来想想,不管发生了什么事,都是生活的一种考验,只要经历了就是财富。 这一年,你有没有因为忙着工作,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,好久没有和他们谈谈心,这一年,你有没有停下来,好好想想对于未来的规划,还是一直浑浑噩噩噩的过。 这一年,你定下的计划,有没有再慢慢完成,还是早已抛到脑后,这一年,你是否给自己一份承诺,让疲惫稍微清晰,让脸上笑容更多,这一年,你是否给生活一些颜色,让爱情浪漫甜蜜,让亲情更加温馨,这一年,过去的已经过去,不纠结,不留恋,向前看。 不管怎样,2018转远就要过完,跟忙碌了一年的自己,都一声,辛苦了,走过的是岁月,留下的是故事,随风的是记忆,批判的是希望。 我们每个人只来这世间一回,何不好好开开心心的火,把不开心的抛在脑后,难过的就让它随风而去。 昨天,我们已经做过,今天,我们正在走过,明天,我们一定要把握,跟今后的日子道一声,加油。 从今天开始,不沉溺幻想,不用人自扰,开始工作好好生活。 从今天开始,生活中不可以伪装,倾听时不着急辩解,说话时不有意冒犯。 从今天开始,你所做的每一个选择,都要保证你比现在更快乐,相信以后会比过去更好。 愿你,今后的每一天都能预见美好。 自整理与网络,如有请联系我们删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也 感谢观看